接受丈夫出轨,女人后半生过得幸福吗? 两位中年女人说了真话 在婚姻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接受 有时候女人越是能接受不能接受的事情 反而丈夫越变闷加厉 所以在婚姻里,女人也要知道拒绝 只要是阻碍自己婚姻幸福的事情 就要学会拒绝,不要什么事都顺着男人 那么接受丈夫出轨,女人后半生过得幸福吗? 两位中年女人说了真话 一,贾女士,46岁 即使接受了也改变不了她的心 我是30岁结婚的,也算是胜女了 当时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 可能没想到在我怀孕期间丈夫出轨了 被我发现后,我恨不得马上去离婚 可是又想到了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因为孩子我接受了丈夫出轨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想得开 要是在以前的话,我肯定不能接受 让我绝望的是,她一直没有和那个女人断了联系 每个月都会给她钱,还会去看她 还给她租了一个公寓 丈夫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 也是看看孩子就走了 这样的婚后生活让我很绝望 让我觉得男人一旦出轨 作为女人一定不要接受 我们的感情变淡之后 我也没有刻意去经营 每天忙着孩子和家里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真情 我们俩平时交流的话题都是来自孩子 即使是接受了丈夫出轨,也改变不了她的心 她的心一直在那个女人身上 这样的婚姻我也过够了 等孩子大一点去上幼儿园 我就离婚,带着孩子离开她 二,孙女四 四十三岁,接受丈夫出轨 就是接受自己失败了 丈夫出轨是八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我接受丈夫出轨是有原因的 就是为了孩子 不想让孩子没有爸爸 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当初就不该接受 应该和她离婚 其实接受丈夫出轨 就是接受自己失败了 因为是自己没有魅力吸引丈夫 是自己婚姻的失败 没有管好自己的丈夫 发现丈夫出轨后 我们感情就淡了 虽然之后丈夫没有再和那个女人联系 但是我能感受到她的心变了 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 我也知道她不和那个女人联系 是为了孩子 其实在我接受她出轨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并不好过 但我还是接受了 为了孩子 我能接受我后半生不幸福 但是这些年的痛苦 只有我自己知道 现在孩子也大了 也能听明白道理了 我想离婚开始新生活 其实在婚姻中有些事情可以接受 但是有些触碰底线的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就像在婚姻里 男人出轨了 这种事情最好不要接受 不如离开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不要因为孩子的原因委屈自己 孩子也会长大 总有一天 他也能明白这些事情 既然和对方在一起没有幸福 不如选择离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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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